Hello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收客老师八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基础为爱设计下 那么在上节课呢 我们一起学习了色彩系列里的绿色片 也知道归属于绿色的绿色系里的一些颜色 那么这点课呢 我们主要来学习色彩系列里的蓝色 那么蓝色作为一个冷色系的领头 那么又有哪些颜色归属于蓝色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色彩系列蓝色片 首先呢是地平线 地平线的一种颜色 它代表着辽阔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色值 输入一下它这个色值 轻是35 红呢占有22 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接下来这个是浅葱色 会有给人一种比较放松的感觉 我们会发现在这的时候呢 它青色的比例变多了 变成了60 白轻 温馨的一种感觉 但是它在白色的背景下看上去很苍白 当然你一般你在设计的时候你会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颜色明度比较高的时候 你可以用它来作为一个背景 白轻呢它这个饱和度是比较低的 在这里它只有7% 可以作为大面积的时候浅色呢可以作为一个背景 然后你深颜色呢你可以作为点青色可以突出一下 但是你大面积的深蓝色呢 一会儿老师会说大面积的深蓝色呢 你会看上去更忧郁 然后甚至是恐怖 灰瓷 瓷绿 瓷青 瓷绿呢 有着这种纯真的一种感觉 瓷青呢 是清透的一种感觉 蓝绿 这个颜色重了以后呢 我们立刻会感觉 它很显慕 很清醒 浓蓝绿 还要比这个蓝绿还要重一些 厚重 一种尊重的一种感觉 罗尼蓝 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蓝色 它代表了这个织性 有很多这种书籍的封面 会经常用到这个罗尼蓝 孔雀蓝 青蓝色 下面还有一些颜色 蓝色系呢 繁衍出来的这些颜色呢 很多 深蓝色 那么在这里看的时候呢 青呢 就是百分之百的 甚至它为了加重这个颜色呢 增加了30黑色的这个值 天色 天色 清凉 浅天色呢 清净 水色 解净 一些干洗垫的一些招牌 你可以用这个 水蓝色 也可以用这个水色 看上去很捷径 看上去很捷径 当然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材质 因为你要考虑这个 被太阳晒过以后 它肯定会要褪色 所以你还要适当的去加重一些 当然你室内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完全按照这个颜色去调整 因为你室内的东西 毕竟氧化的速度会比较慢 石青 浓蓝子 纪律 水蓝是灵动 琉璃蓝 出重的一种颜色 群青 那我这青色的数值上是百分之百 它红色的这个占比就比较少 甚至为零 没有 群青呢 就是和这个杨红进行一个组合 C为100 杨红呢为80 其他两个数值为0 深远 蓝黑呢 沉寂 海洋最深的一个地方 可能也就是呈现出这种颜色 大面积出现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很压抑 蔚蓝天空的颜色 爽快 这个颜色也经常用到 蔚蓝色 其实 清金石 清 镇定了一种感觉 天青色 清透 我们快速的看一下 因为这个配色表呢 在后期的时候老师会给大家上传 然后大家可以下载 你可以再 针对这个配色表呢 然后做你的这个设计 在这里呢 然后我们快速的扫下颜色 因为我们下面还有配合这个图片 再对这个蓝色深入的讲解一下 海军蓝 草尾 鼠尾 鼠尾草 然后浓蓝 且青 它们代表了一些含义 理解 严谨 审计 就是说你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题的设计 你可以过着来找对照的这个表 还有老师上次回跟大家讲的那个APP 配色的也是非常好用 有人说这个蓝色代表忧郁 有人说蓝色象征科技 蓝色的原始记忆来自天空和广阔 天空的广阔和大海的深邃 就像我们讲绿色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这个自然树木 花草树木草原一节 这是我们的原始记忆 蓝色确实代表科技 你会看到一些高科技产品 它们的主色调 做宣传测 宣传样的时候 产品说明的时候 都会以这个蓝色为主 当然它是不同的一个蓝色 因为我们之前讲了 同行之内的一个竞争 然后或者是不同行业之间的一个区分 他们都会调整他们的这个 色相 明度 饱和度 来符合自己产品的特点的一个颜色去配比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蓝色的一个关键词 大海 凉爽 会看到这个大海非常广阔 一万五计 当然有这个海 也有这个天空 但它中间这个暖色的一个过渡 这样画面呢 看上去非常的大气 非常的磅礴 蓝色呢 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就是比较广阔 那通过这个蓝色对大海这种想象呢 就提取出来这样的一个颜色 然后蓝色呢 蓝色呢 也是比较干净 比较纯净的一种感觉 很多的这种带有清爽型的这种化妆品 都会套用这样的一个颜色 如果是感觉这种从深海上出来的这种 纯天然的这种可能它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深蓝色 我们之前所说的 你会在上面的这个色卡里找到和它接近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深蓝色 深蓝 洞悉 这样的一个颜色 或者是这个深青色认真的这种感觉 蓝色也通常和这个梦想有关 像我们说中国的梦 是吧 然后就是一般你会想到这个红色 但是它毕竟蓝色跟这个天空有关 你畅想的时候就是天空很很大 然后你的想法也很广 你的梦想也很远 那么形容这个广和远的话 除了海洋就是天空 所以它与这个蓝色有关 同时这个蓝色 我们之前也说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机器猫 它是未来的科技一种概念 所以它做这个配色的时候 也采用这个蓝色 有这种科技感 为了不让这只猫看上去特别的冷 那么它有它的一个特点 红色的一个鼻子是吧 然后铃铛带的铃铛这个是红色的 铃铛是黄色的 这样冷暖都有 所以配比上来会比较舒服 另外这个蓝色和灰色 确实是很好搭配 蓝色呢同样也带有这种 装眼的这种感觉 严肃严谨的这种感觉 所以你会发现 海关上的一些东西 色情也和这个蓝色有关 有关息息相关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这个海报 哈利波特的这种海报 当你这个蓝蓝色呢 一定深度的时候 有一定深度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感觉它很神 神幻甚至说是比较恐怖 我们之前说绿色 它代表了这个邪恶 有一部分绿色代表了邪恶 那么蓝色也是 如果你蓝色和绿色 是大量的配比下的话 那么也会产生这种很恐怖的一种效果 蓝色接下来往下看 蓝色呢作为这个冷色系 再看这张海报 这就给我深了 偏青色 有这种雪山 非常冷的这种感觉 整体画面呢非常的冷 没有太处处的这个 饱和度也不是特别的饱满 明度还是可以 但是饱和度呢很低 所以它这个整个画面会感觉很冷 就是用这个颜色 营造出这样的一个氛围 海洋天堂很忧郁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是演的一个自闭症 一个父亲拯救一个自闭症的一个孩子 他打出的文章 就是说蓝色吧 它代表了忧郁 但是蓝色呢 这样的一个胸怀 广阔的一个胸怀 它也会治愈你 这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一个想法 包括这个契鹅的这样的一个海报 然后我们会发现蓝色和这个红色呢 搭配起来非常的协调 有这样的一个漫画人物 一种蜘蛛侠 漫威的蜘蛛侠和这个超人 都是以这种大面积的 大幅度的这个蓝色 当然他们的这个色相 在色相里面也不同 然后 但是颜色呢 在大的方向都是相同的 代表了这样的力量和科技感 同时呢也代表了这个正义 是吧 在美国的文化里 然后回来看最后这张 这张图也是很关键 也有蓝色的一个部分 但是呢 同时它运用了这个 紫色的这样的一张脸 让它看起来就比较邪恶 因为整体呢 也感觉比较偏冷 如果没有这个大面积的这个暖色的话 光看上面这部分 它是比较阴冷的这样 我们也知道这个紫色 它也属于一个中性色 那么什么颜色多 大面积颜色 暖色多 或者是冷色多 它就偏向于哪一个色系 蓝色呢 就是它的一个存在感也是比较强的 它和任何一个颜色搭配起来都不落薯套 能配合的一个很完善 它不像这个绿色存在感是比较强的 它能很好的融入其他一个颜色 它作为一个主色呢 也可以做的很出色 就是单独存在的一个颜色 也可以设计出很出色的一些作品 那么这点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然后我们需要记住 同学们需要记住的 蓝色的一些关键词 大海清清凉清爽 然后清洁医疗 有关的一些关键词 在你做一些和这些关键词相关的一些设计时候呢 你可以去来套用这些颜色 对它进行一个设计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讲最后一个色彩 紫色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节课再见